你为什么不鼓掌 我为什么要鼓掌 我他妈凭什么要给你鼓掌 我告诉你我昨天下午刚谈成武担 我比你业绩好得多 你拿着钱就偷着乐吧你 什么意思啊 你冷静 您是要开除我吗 您可以直说啊 你他妈的赵学敏 你他妈的 你他妈的 你还不许再怎么跟我说话 你他妈的 上 你叫我干什么 把我的照片放在墙上 当我上厕所 让员工削弱的话 嘲笑 你们别来捡软事 我们也行不行 怎么跟我说话呢 别说你他妈喜欢 分公司的老总 你就是总公司的老总 我现在也不怕你 现在我什么都不怕 死我都不怕 我现在就本着一条远 谁招我 会干谁 从没见过敢这样对老板的员工 如果不是把老实人逼急了 谁又会像他那样天不怕地不怕 男人名叫于欢水 原本只是公司的一个小职员 每个月就拿着几千块的底薪 因为业绩上不去天天被老板骂 就连曾经的徒弟也看不起他 徒弟这月业绩好早已经达标 于欢水想让他分点业绩给自己 徒弟明明有多余的业绩 可宁愿放在那里毁丹也不愿给他 更过分的是还当众羞辱于欢水 师傅 这人啊 伤了腿没事 千万别伤到脑子 然而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 因为结婚多年他都没有给妻子买辆车 接送孩子都是冒着大雨 这几年业绩不怎么好 老婆一直觉得于欢水没什么根据 他甚至还和前男友联系上了 然而晚上回到家时 于欢水突然说要给老婆买辆车 老婆做贼心虚 以为他发现了什么在暗示自己 但老婆知道他没钱买车 于是直接拒绝 于欢水说兄弟还欠着自己13万 刚好可以买辆代步车 到了兄弟这里 此时的他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 兄弟表示直接让他去4S店看车 而且还得选一辆好车 超出13万的部分由他来付 于欢水觉得兄弟够意思便答应了下人 这天他带着老婆儿子去选车 老婆试驾后十分喜欢 为了有面子他还专门告诉娘家人 然而到了交钱的时候 于欢水却始终打不通兄弟电话 老婆顿时气炸了 生气地带着孩子离开了4S店 还闹着要跟于欢水离婚 此时的于欢水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遭到好兄弟这样的对待 不仅儿子看不起他 就连老婆也要跟他闹离婚 然而更糟糕的是 父亲打来电话说是乡下的弟弟要结婚 让他把母亲去世时留下的13万 拿给弟弟当彩礼 但这13万早已借给了好兄弟 现在好兄弟又故意不还 父亲这边又朝他要涨 于欢水顿时感觉人生悲惨的不像样 随后他买了一瓶茅台在家买队 可等到第二天醒来时 他感觉到身体有些不舒服 于是到医院检查了一番 然而当于欢水回去拿单子时 医生眼神焦虑却没告诉他结果 于欢水立刻打电话给老婆 然而老婆根本不相信她在医院 甚至催促她赶紧去办离婚 为了得到检查结果 于欢水给了医院门口卖饼的大姐一些钱 让她充当亲属去听结果 然而这一听却是噩耗 没招 大姐安慰着于欢水 随后还把钱还给了她 因为她觉得得了癌症已经没救了 死人的钱拿了不吉利 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后于欢水彻底崩溃了 反正自己快要死了 现在她谁也不怕 就在这时老板给她打来了电话 总经理被于欢水对了一对 分公司老总见状亲自给她打电话 但现在谁打电话也没用 这是要干什么呀 于欢水 怎么和我说话呢 别说你他妈是个分公司的老总 你就是总公司老总 我现在也不怕你 于欢水这样的表现 贵总挤人也是一脸猛低 以前那个软弱的于欢水怎么变成这样 而于欢水看着糟糕透的人生 回到家后她想自我两断 正当她准备走失了 突然听到楼上装修的嘈杂声音 一到周末楼上就这么吵 根本让人睡不着觉 她冲上去尽情发泄 现在她什么都不怕 没几分钟就把人家的新房给毁了 不仅如此还把房主家的狗给弄脏了 随后她回到家舒服的喝起啤酒 但没一会儿房主就找上了门 开口就要十万块的赔偿粉 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已经活不久了 于欢水决定将财产留给老婆和儿子 首先来到兄弟的画展 这次她再也忍受不了好兄弟的欺骗 把钱还我 钱都是我早说的 得从长进把钱还我 是你老婆逼你来的吧 你管谁逼我来的呢 还我钱 小吕 现在什么人都有 没有什么到在抵现 我全当是你很不舒服 你说什么你还不舒服 把他们要回属于我自己的钱 我一个人不舒服吗 还钱 还 拿到钱的于欢水直接来到老丈人家 可嚣张跋扈的小舅子却看不起他 不仅骂于欢水的儿子是小崽子 还是唤起了老婆 这让早已看不惯的他忍无可忍 那是你姐 你为什么要拿鸭头 你怎么不让你媳妇去承担 你为什么要管他要兔崽 他是我于欢水的儿子 你又钱收拾了 你又跟我去 到了第二天 于欢水照常来到公司上班 徒弟看到后又开始攻击他 但他不知道的是 于欢水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于欢水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 你是不是忘了你以前了 一千万的单子弹就一百万 躲了厕所里边哭 真爱对你 你当时给我汇钱 你不让我跟别人说 我跟别人说了吗 两人就这样吵了起来 说着于欢水还从抽屉里拿出了小刀 老板他们杀了你见不见 你干什么 老板想干什么干什么 闻头 关机 随后老板就把于欢水叫到了办公室 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以前不像现在这样 以前胆小 前爬狼头爬虎 现在我什么都不怕 死我都不怕 什么柴狼头 我现在就本着一条远子 谁招我 我干什么 老鱼 我太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要是早这样 我早就重用你了 集团总公司已经批准了我的申请 任命你为咱们分公司销售不惊 不得不说这是一部爽句 于欢水的做法不知说出了多少打工人的心声 我觉得我们某种程度上和他一样 不仅有着或多或少相似的遭遇 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生活着 一直委屈的都是自己 所以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 不妨像他一样活得尽心一点